嗨大家好,我是光良 最近我的新專輯呢 大家應該有聽到一首 熱身的歌曲叫給自己 那我覺得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非常喜歡 那就會讓我想到 在學生的時代,特別是在 畢業典禮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到說那個最美好的 回憶,最美好的時光 好像要過去那種感覺 然後就會想到 把它保留住這樣 然後就開始想說 我們自己 離開了學校,離開了校園之後 我們之後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很多我們 留下的都是 給自己的美好的回憶 那這首歌呢 也因為這樣特別是 變成很多學校的一些 畢業可以去 回味可以去唱的一首歌 給自己 讓我們掌聲歡迎 國立南南大學畢業大使 光良為我們掀唱 各位,你們可以唱這邊了嗎 其實給自己這首歌呢 是告訴大家說 某個時候我們還是要想到自己 就是現在的我們 我們已經在製造以後的回憶 所以我的認為是 回憶是可以回憶過去 也可以現在創造的 以後的回憶這樣 那我這張新專輯裡面有一首歌 也是我的專輯的 很重要的主打歌叫 回憶裡的瘋狂 這首歌到底在說什麼呢 也許我們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回想起某一個 以往的時段 我們會想到一些 我們曾經做過很瘋狂的事 在那個時候 我們怎麼會做這些事呢 或是我怎麼會決定這樣做呢 也許有些人 覺得很愚蠢 或是有一些他錯過的事情 覺得很遺憾 可是我覺得 那都不重要 如果我們有很好的回憶 那就特別是有瘋狂的回憶 那已經很夠了 所以那現在我們就要製造 以後的瘋狂的回憶這樣 你們是要重新的 有校長配給你耶 所以要安投是嗎 還是要再聽我們的 光良的歌聲呢 我真的好開心喔 因為看到每個人的 眼睛都是發亮的 因為畢業時間 不很重要的事 而且也是我們 人生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我其實完全沒有準備 可是呢 我的經紀人在哪裡 我可以唱嗎 我好想 有時候你也一定要離開這個 沒有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這首歌 是 我最近寫給梁錦伍的 因為我覺得很適合 是因為 當我們離開了校園之後 我們要到新的一個環境 我們要更多的勇氣 去面對很多的挑戰 這首歌是 你也要親身給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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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這次的專輯 跟回憶裡的瘋狂 這一個主題呢 我們也特別在 8月9號 在台北的Legacy 就是華山藝文中心的Legacy 去辦了一場 算是大家的聚會 演唱會 我在這場演唱會 唱 很多 我這次的新歌 更唱一些 以前沒有唱到的舊歌 為什麼我特別選了 唱 以前沒有唱到的舊歌 譬如說 我記得 我的歌迷常常叫我唱 I miss you 或者是 海邊這樣的歌 然後我就想說 這些都是我在我專輯 可能我以前沒有唱過的 這一些也是我的回憶的 瘋狂 怎麼說呢? 這些歌我都很喜歡 可是 之前可能沒有機會唱 那這一次Legacy 呢 如果大家來的話 會後呢 我還會 可以為大家簽名 然後 來聽我的新歌 還有就是 我在今年的1月5號 也有在Legacy辦過演唱會 讓我看到 我的第一批的歌迷 就是第一次就認識我的歌迷 他們有來看我的演唱會 然後我其實非常感動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這些年來 十幾年了 他們都沒有變 他們跟我聊天的感覺 跟當初我們認識的時候 是一樣的 然後我會想到說 這些年來你們都在做了什麼 然後當初 我們去每一個地方表演的時候 這些歌迷都會來 我們講追星嘛 可是現在已經變成是有點像老朋友那種感覺 這些都是一種很瘋狂的舉動 所以在我製作這個專輯的時候 其實我有這個畫面 我當我唱我的歌 還有我分享我這張專輯要製作的過程 我跟我的製作人分享的時候 我都有講這個故事 我覺得很奇妙 我知道我的眼睛會看到我的第一個歌迷 那種感覺就是 我們都可以在某一個時段 做出很瘋狂的事情 甚至是現在 我還是可以來看光的那種感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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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sey 我們走吧